下面说 这个心理 自信 自理 是真的智慧 这不是感情有词 全有当人的 无上智慧 因为你悬上 无上的法门 一生真正成就 这个选择 是无上智慧 淡淡信主 老师念语 自然能所念忘 自信狼信 这个狼信 自信狼信 就是离意性不乱 大彻大悟 明信见信 所以从死指 到理智 进心之后 念佛是理智 集繁心 成佛心 为什么 繁心跟佛心 是一意不少 所谓繁心 就是佛心里面 带着 烦恼 吸气 就叫繁心 就叫繁心 除掉 烦恼吸气 繁心本来是 佛心 老太太 不简单了 从哪里看 从他走这道看 他们有亲情 亲情放下 最难放下的 就是亲情 他有二孙 他真正爱 他们的二孙 表演给你看 让你一生 对于念佛法门 身心不移 那么换一句话说 将来你们念佛的 成就跟他一样 儿身将来念佛往生 他肯定跟阿弥陀佛 一起来接言 你能说老太太 没智慧吗 他与这一招表演 不容易啊 那能说年王 能念之心 所念之佛 容臣 容臣一体了 能说薄二 能说夜如啊 这就坚信 阿自信 就是自信 谢谢 明心 明心 渐信 从四池 大理之 既繁心 成佛心 尽宗之妙 全在于此 其他法门 没有这个学妙 没有这么容易 没有这么简单 这就是 就近的方便 方便到基础 男女老少 心日不孝 过过都能拯救 那我们在这个之前 同学们大家都知道 有个十岁的小女孩 念佛往生 他念了三年 二 是他七岁的时候 听他爸爸念佛 小孩好奇 佛是什么 二 极乐世界是什么 爸爸讲的听 告诉他 极乐世界好 他就问 爸爸 你能不能带我到极乐世界 去看看 爸爸给他说 我还不行 这什么人行 阿弥陀佛行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带你去 他天天就念佛 念了三年 阿弥陀佛接引他 阿弥陀佛 大音乐 大音乐呢 不简单的 当年错过 那就真错了 那其他的故事不算什么 这个故事 真是大故事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些经典 祝所 这个祝吉 都市 黄念初 那句事 在一些经典的 祝师大德开示 汇集起来 解释 这部经典 让我们 不深怀疑 不起 顾虑 身先 不已 我们就得理了